真正懂得宗教的人不多 为什么他不去研究 宗教这些书籍都不看 那你怎么能够运用 马哈迪毕竟是回教的长老 别的经典他没有看过 古兰经他很熟悉 我跟他说 我学习佛教宗典 也同时学习其他宗教经典 我说我读古兰经 他下去了 他说你怎么读法 我读中文翻译的古兰经 他语言发了 我告诉他 我说我展开古兰经本 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回教的信徒 如果不是最虔诚佛教信徒的心态 在经典看不通 他点头了 我说我看新旧约 看圣经 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的书我统统能看懂 我了解 经典里面的意思 我能够讲得很清楚 那一点真诚恭敬心重要啊 没有真诚恭敬心 你真的看不懂 听不懂 你结束没有用啊 我们用一个真诚 对待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族群 我样样都懂 我跟他们做最好的朋友 彼此能信任得过 这种朋友就不容易了 他知道我读他的经典 还差一点 他没有读佛教 所以这叫库宇团结 为什么呢 经典内容八分之八十相同 说法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标 怎么能不团结呢 神圣都是善人 纯净纯下 都是好人 好人不会教人做坏事 不会教人害人